好 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硬性规定雇主要给员工代薪的病假 不过加州州议会在去年通过了一项法案 规定雇主必须要提供代薪病假给员工 这个法案将在今年的7月1号生效 东三新闻和华星保险联合制作的健保最前线 今天就要请到专业的律师来深入分析代薪病假的相关规定 加州州长Jerry Brown在洛杉矶签署了AB1522法案 使加州成为康乃迪克州之后立法明定雇主必须提供病假的州 写下了加州劳工法上一项重要的里程碑 签署仪式上加州州长和法案人的提案人 州众议员Gonzalez以及劳工朋友一起见证历史的这一刻 这项法案今年7月1号生效 估计将为650万没有带薪假的加州员工带来福利 员工去得到这个病假 因为一般的员工很多雇主不提供病假 一般的员工比如说特别是低收入的员工 没有得到这个paid sick leave 所以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有时候还是继续去上班 有可能传染到别的同事 这是所以healthy workplace 第二个情况是请假 请假就是unpaid雇主不付薪水 所以为什么他们有这个法律 就是要让一般的员工可以得到这个员工福利 加州政府带头送利多 连许多在数十业龙头 麦当劳或者是零售业龙头 沃玛还有在餐馆打工的全职或半职员工 都大声支持这项福利政策 虽然他们的老板很不爽 认为增加了成本 律师表示根据这项法律的规定 担心病假一室同仁 还有一套计算的公式 7月1号的时候员工就可以累积病假 怎么累积每工作30个小时 员工可以累积一个小时的病假 所以这是第一 员工必须要在加州工作30天的时间 通常在加州工作这个就没有问题 下一个是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这个病假 就第90天 计算公式要听清楚 律师表示工作一连累计可以达到69个小时 不过雇主一连最多只能给三天的带薪病假 而且员工要请假 申请手续是越简单越好 具有便利性的特点 这项法案还顾及到老年化 少子化社会来临 家里有老人家需要照顾 还有小朋友生病等等考量 担心病假都可以派上用场 照顾劳工摆第一 可是雇主一旦不遵守法令 不给员工代薪假 后果会怎么样呢 举个例子一个员工他今天想请假雇主说不行 他这个员工一天的薪水是100块 罚款是三倍所以300块钱 避免吃罚款担心病假相关的规定 雇主要赶快弄清楚 2015年开始美国有不少与劳工税务 和健保相关的法令都有更新的地方 雇主甚至也都因为这些复杂的规定 而感到大伤脑筋 企业主一定要去注意到说 您现在张贴的是不是最新的劳工法海报 那如果你现在可能还是2014年 有的人可能还是2013年 或更久以前的海报 那你一定要记得就是说 打电话到华欣保险 因为我们现在有免费赠送 这个2015年劳工法海报的一个活动 除了要张贴2015年劳工法海报 保险业者每年都邀请专家举办座谈会 来解决企业主心中的疑问 第一场的话会是在2月26号 在Alhanba这边举行 那第二场是3月5号是在Ontario 第三场是3月12号会是在Torrens 第四最后一场就是第四场是在 3月19号的话是在Airvine举行 那其实如果要报名的话 因为就是要打电话到华欣保险这边 那我们会登记您的联络方式 然后在email的部分跟您做confirmation 行动不如赶快行动 不要错过这四场专门为雇主举办的讲座 想要知道更多相关的讯息 欢迎您上官网来查询 东升新闻吴中国叶洪志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